萬望醫院這個院內感染的問題 好 是 這個部分呢 先跟各位做第一點說明 其實台北市 包括府籍、局籍及各院 都有對所有 發生過院感的醫院呢 有做特別的查核 事實上 就在前幾天 包括我們中央的防疫醫師 我們的衛生局 甚至我們市府的高階的主管 包括我們黃副市長也親自蒞臨 對該院做了充分的溝通 也提出了一些建議 包括清空計畫 定期的高維查檢、篩檢 以及對篩檢的方法等等 都有具體建議 該院也積極的改善 第二點 萬望醫院並沒有封院 不過該院依據中央的標準 對這個病房做了整體的清空計畫 效率、速度都相當的不錯 這個案件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案例 包括這位病人 其實是以肺炎入院 前面幾次的篩檢 兩次的篩檢 PCR都是陰性 因此下轉到該院的所謂緩衝病房 因為病情並沒有改善 所以醫師呢 很警覺的再做了一次PCR 那發現陽性 那同時呢 就積極的對全病房的所有 包括這個病人 以及工作人員做了篩檢 據了解 共有110位接受篩檢 那麼很不幸的是 包括病人 以及兩位的這個 包含外傭及家屬 是確診 所以該院呢 也有相當積極的作為 立刻加以清空 那到目前為止呢 包括 我們之前 就對該院 有做積極的查核 那麼該院也有做積極的改善 那所有的整個病房呢 已經完成了清空 那對家屬以及病人呢 分別都有做處置及說明 那還好的是呢 目前為止 所有的工作人員的篩檢 其他的都是陰性 以上報告 市府提出公託可恢復 這樣的前提下 是否有相關的配套措施 施託是否也能比照呢 中央微解封不包含幼兒院 北市是否逆時鐘 我先說明一下 台北市針對公託的部分 那公託是因為我們現在 都在幫公託的老師們 都在施打疫苗 那因為也 也顧及到所有的家長 那我們希望說 在降載的情況下 工作人員都打了疫苗之後 我們就考慮開始解封 那預計是7月19號開始 那我們希望疫苗 在如果沒有發生作用之前呢 我們還是希望他們在 開始的時候必須拿到PCR陰性的證明 如果未滿兩週的疫苗 就要拿PCR陰性證明 所以那私託的部分 我們會是打疫苗的狀況 那逐步慢慢的在意來解封 好 接下來三例提問 案14806的先生 雖然北市府反駁 鄭文燦市長為匡列的說法 但他卻是在6月30號的確診名單 北市如何在6月28號就先匡列 這個我來說明一下 第一個 台北市這位14860 他是6月28號PCR陽性 在台北市我們知道了以後 我們就會立刻進入所謂的疫調 也就是說6月28號PCR確診 那桃園一直說6月30號 我不知道他們的資料是哪裡來的 那第二個 我們在14860他匡列的時候 同時匡列他的先生15108 那15108在6月28號就列為居家隔離 那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就採取了所謂的精準疫調 在7月2號就先把15108 安排去做採檢 所以在7月2號就發現了他也是PCR陽性 所以他也列為確診者 那確診以後我們就開始進行他的疫調 那他就疫調到他的兄弟15170 那15170當時我被匡列 可是在桃園工作的這一位15207 也就是桃園他們的這個確診患者 他其實在6月24號的時候已經身體不舒服 他6月25號已經沒有到所謂新竹的這個工地 所以他沒有被15108在匡列的時候匡進去 也就是說桃園的相關的衛生單位 應該是很清楚他並沒有到工地工作 所以我們在匡列的時候沒有匡到他也是非常正常 也就是說我們在匡15108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在工地跟他一起工作的狀況 接下來蘋果日報 大愛新聞 中國時報 聯合報 台式聯合提問 新一區已經有第三起確診病例的商場 想請問北市府是否會公布確診者的足跡 百貨商圈接連爆出確診 是否比照批發市場專案大規模的做PCR篩檢 未來解封後百貨公司場域和人流複雜 防疫的規格足夠確實嗎 會不會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破口呢 這個案子是新北市來通報台北市的 因為它是新北市的個案 工作地在台北市 所以我們由我們衛生局疾管科來處理 7月9號晚上我們已經通報 百貨公司進行全館的修館 以及個案的專案的那個櫃台 他們那個樓層會全面暫停營運三天 那目前確診個案他也相關工作的同仁 跟他一起輪班的其他的部分都造冊 還有他的一些主管現在都在匡列中 那整個這個案子他是發生在台北市 所以我們有接到通報之後就立刻做匡列 那對於場地的狀況也是一樣 以同訓言的方式先做確認他的一些相關的方案 那比照就算是傳統市場也是用九個格的方式來處理 不會全面性的處理 那現在已經他這個樓層已經會先暫停營運三天 三立電視有兩名員工確診 內部消息指出確診員工二號就開始居家上班 在此之前有接觸其他員工嗎 目前匡列多少人 醫療的進度又是為何 目前所知道這位確診的同仁 他應該是7月1號下班之後就採取居家辦公室 就是他這這麼多天來都沒有在公司工作 所以目前為止他是7月5號開始在家裡出現症狀 那自己採檢 那7月8號到中校院去採檢 那被同胞確診 那確診的部分我想大家也都知道說 電視台這邊已經全面來做篩檢 那因為他在這中間沒有接觸到工作的部分 我們現在針對他其他的接觸者也在進行做狂烈 一問 市府針對北農熱區持續進行PCR篩檢 請問陽性數為何 會在對市場熱區做三篩嗎 不需要全部人篩檢的考量又是什麼 北農的熱區昨天已經篩過了 總共本來只要篩1400多人 後來來了2200多人 那我們也全部做完 目前為止只有兩個陽性 但有一個是舊案 只有一個新的新案 那針對這個地方的熱區篩檢只有部分 這是跟中央的王必勝執行長 在聯合前進指揮所的會議中決定的 所以這是專業的考量 沒有任何其他的考量 那對於市場熱區的三篩的部分 目前為止 今天中央指揮中心已經講 台北市北農的疫情已經穩定 那環南市場也相對穩定 所以他們已經解編 跟這個聯合指揮所 然後交給市政府繼續來監控 所以我們在下個禮拜 會登頓環南 因為上次還有三個陽性 那我們在7月15號的部分 我們也會考慮再做一次篩檢 哈囉各位繼續在線上收看 曾經專區的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政府的副發言人黃靖穎 那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呢 就是剛剛在記者會上有提到 桃園台北跟新竹的這個個案 那這個個案當中呢 我們也把完整的疫調關聯圖 還有疫調單全部都調出來看了一遍 今天要來跟大家釐清這一個故事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那事情發生在7月9號 我們先來看一下桃園市政府 在7月9號是怎麼說的 我用這個關係圖我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比較跨縣市比較複雜 所以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他這個案的源頭是台北市的個案 15108 那他的太太確診 但先生並未被匡列 那所以先生繼續到 新竹屋去工作 我們就開始進行這個被通知的居家隔離跟職場的這個採檢等等 好所以我要特別說一下 剛剛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這個桃園市政府 在7月9號的記者會裡面的完整的說法 大家不要以為是重播 因為在記者會裡面 桃園市政府強調了非常多次 案15108是因為台北市政府沒有做確實的匡列 讓他在外面爬爬灶 甚至跑到新竹去做工作 那今天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這張圖是桃園市政府昨天這個在記者會上使用的圖 他講到的是歸山某個職場的確診個案關係圖 那指標的個案當然就是我們的14860 他說這個指標個案是在台北 那另外還有一個15108 也就是桃園指出台北沒有做匡列的個案 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是不是連帶造成了 在這個同一個職場裡面的群聚感染 甚至到這個7月8號在最後這個女兒15245的感染確診 也是因為14860的感染沒有被確實的匡列到15108 好大家聽到可能會覺得有一些些複雜 但重點就是桃園市政府指稱台北市政府 沒有做好完全的確診者的接觸者的匡列 這個我們在昨天晚上也已經發出聲明表示 台北市政府在第一時間都已經做好完整的匡列 不曉得桃園市政府是不是沒有把疫調單拿出來看一看 或者是你遇到了跨線市疫調上的困難 那今天桃園市政府我相信剛剛大家在網路媒體上也有看到 他強調了一點就是在7月10號的新聞 桃園說15108他確實有在6月28號去到新竹來做工作 先用這張桃園市政府自己做的圖來看好了 如果14860是在6月30號確診 那他的丈夫在6月28號去新竹工作 有什麼不可以嗎 當然我覺得這是片面的資訊 等一下要來跟大家講完整的訊息 也就是桃園市政府你現在的這個發言 是打臉了自己的這張圖嗎 那接下來要告訴大家 我們給你一個正確版的完整故事 也是剛剛洪副市長在記者會裡面講到的這張圖 大家可以看到14860 他是在6月28號到台北的醫院去做採檢 那檢驗出來是PCR的陽性 他的老公是案15108 他在太太確診的那一天之後就被匡列成居家隔離者 那其實一般的規定來說應該居隔期滿 他才要做採檢 但是因為我們精準疫調的關係 在7月2號就安排這位先生去做採檢 他也是陽性 在這段期間之內他都待在家裡面 完全沒有出去爬爬灶 也沒有到新竹去工作 那另外呢這個案15108 他有一個兄弟也是他的哥哥 是案15170 他在7月2號弟弟確診之後 他也被匡列隔離 7月5號他被確診為PCR陽性 那另外他還有一個朋友 這三個人是同時間在新竹工作的 在同一個工地工作 那另外這個朋友案15207 他在表的右邊 那這個個案呢 他其實在6月24號 其實身體就有一些不舒服了 那他在6月25號之後 就再也沒有到工地和大家來碰面 所以這三個個案其實是一起在新竹工作 那最後這個15207呢 又傳染給自己的女兒15245 也就是在這個桃園的科技場 來做工作的這個個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一個完整的疫調圖 應該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然後把每一個故事都說得很清楚 才能掌握每一個個案的正確訊息 這邊再跟大家補充另外一個 也是台北市政府做完疫調之後 溯源才發現的事情 也就是案15108 他其實在6月22號到6月24號 就已經出現了一些相關的症狀 流鼻水跟咳嗽等等 身體有一些些不舒服 不過他主要是用這個服用感冒藥 但他沒有去看醫生 那這個其實是從我們的疫調完整之後 我們才把所有的故事 來這邊跟大家說個清楚 所以完全沒有台原市政府說 6月28號確診之後 卻沒有被隔離 沒有被匡列 還跑到新竹去工作的狀況 同時間在發生的事情 不應該把它用成片面的資訊 來跟大家做說明 所以其實從這個個案 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人他有居住地 有活動地 也有工作地 三種地方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一直講到說 跨縣市的疫調 其實它是有非常困難的地方 他需要各個縣市政府來做合作 而不是互相的攻擊 或是個案發生之後 就開始甩鍋這個甩鍋那個 其實大家可以在新聞上看到很多的案例 包含屏東打台中 高雄打新北 每個人都把自己的疫調的這個過程 講到說是別的縣市政府沒有給我疫調的通知單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個案是怎麼來的 那屏東打台中 高雄打新北 基隆也曾經講過很多人都是在台北工作 所以他在疫調上是有困難的 那這個問題其實在跨縣市的疫調上 我們也常常遇到了一些困難 我覺得這是需要各個縣市政府來做合作 而不是互相的來做攻擊 柯市長也曾經因為這個跨縣市疫調這樣的困難 曾經到中央的疾管署去跟這個 長官們來做反應 希望大家可以把這個系統改得更友善一點 所有的縣市政府都可以看到這個個案的疫調 大家才知道說有些人是在我這裡工作 有些人是在我這裡居住 他們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才能把像我們這樣子完整的故事說明清楚 那把這個完整的故事說明清楚 才不會造成民眾的誤導 所以我相信桃園市政府應該手上也會有跟我一樣的疫調單 也會有你自己確診個案它的足跡 不應該以片面的資訊來製造假消息 或者是來攻擊其他的地方政府 這應該都不是在疫情之中我們所樂見的 以上是今天的澄清專區 我們明天見